其實沈教授對你也挺有好感 為什麼這麼害怕? 很快可以重修 清潔… 全清潔 待會把你們收拾回去 有… 謝謝 這套交給你 讓我看看 很棒, 痛的嘛, 我會試試看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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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 這一日痛風藥是我姐姐幫沈教授賣人 那為什麼? 那…即是你姐姐可能在這裡出現過 或者一個疑犯她認識的 那疑犯會不會是康Sir說的沈教授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也不是沒可能 我和阿寶那天追過疑犯被她逃走了 之後見到你姐姐和沈教授 那就是沈教授和疑犯很可能是同一個人 我們之前都以為是巧合 但是你姐姐痛風藥, 怎麼會在這裡出現? 如果這個推測是對的 你姐姐現在很危險 她說過這幾天會和沈教授去澳門玩 找不到她 沈永基, 原名招君彥 曾經在香港島大學教化學 上星期四開始行蹤不明 懷疑和一連串的爆炸案有關 找過她曾經有機會出現的地方 沒發現 電話也關掉了 只是想切掉對外界所有聯絡 之前懷疑過她和麗姐會去澳門 查過入境處, 沒有出境紀錄 應該還在香港 我找過麗姐, 一樣失戀 那… 鑑證那邊做了聲聞對比 證實沈永基的聲音 和當日福樂廚房爆炸案報警的聲音 是來自同一個人 那就是他自己放完炸彈 然後再去報警 放炸彈的是他的第二人格 而報警是第一人格 走 九、九、九, 這裡是 Ku Sir之前提過 他說沈永基一直想要請个工人 給他媽媽 但他媽媽五年前已經過世了 就說他一直沒有接受這個事實 他不僅有雙重人格, 還有妄想證 一直幻想自己和媽媽相依為命 有時候吃藥奶 怎麼樣?冷嗎? 我們把槍拿去吧 就是說沈永基一直跟自己 另一個人格周旋 可惜是他遞人格慢慢侵佔主人格 主人格有妄想證, 副人格非常暴雷 下一步會做什麼? 大家看看 現在剩下第四句詩 以沈永基的副人格 一定會做最後一次才行收手 唯有滅絕方能重生, 會在什麼地方? 滅絕, 重生, 生, 死, 醫院? 醫院, 哪一間醫院? 出道, 他媽媽死的時候 是送去銘心醫院 還有, 今天是他媽媽的死期 你寧願死吧 對不起 不過你知道太多 ہے, 一定要死 其實沈教授對你也挺有好感 用不著這麼害怕 很快可以重生 每天你也挺大